不只是文旦现在连吃的凉面都受影响了 凉面要加小黄瓜 但是在灾后呢 这黄瓜已经涨到一斤130块钱 比面还要来得贵 很多的业者说吃不消 纷纷就改用豆芽或者是红萝卜丝 另外一方面空心菜价格已经涨三倍了 接下来两个星期之后 恐怕要连吃都吃不到 整盘空心菜往热锅里倒 这一道餐厅里面常见的虾酱炒空心菜 份量和灾钱一模一样 但业者几乎是赔本卖 空心菜恐怕再两个星期就吃不到 其实我现在又不能说我不卖 或者是我停卖 或者是我突然涨价也不行 所以我们忍痛出嘛 那只是说现在比较惨的 就是我第一次遇到 就是连菜商都告诉我们说 你可能就是量没办法加到那么多 那最多就是它有一个限量 那而且我觉得更惨的就是说 那到底涨到什么时候 连菜商都没办法把握 空心菜灾后价格足足涨三倍 南部恐怕断货 较苦的还有凉命业者 因为小黄瓜贵的不得了 小小一搓小黄瓜丝 成本比凉面还要贵 前几天一百多块 这样吃的削吗 吃不削 我们现在还有给客人小黄瓜吗 多多少少 还是有但是量比较少 我们一定要红萝卜这样 市面上的凉面几乎已经看不到小黄瓜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红萝卜丝 或是豆芽生菜 这样子的搭配组合还要持续个一两个月 中天新闻李文斌许少平 台北报道